安波籃球快信 星期日早早NBA季后赛东岸决赛继续进行激烈争夺 届时热火将回斯主场和赛尔特仁 展开双方系列赛的G6较量 赛尔特仁上场再次大胜热火 从而在总比分方面追至2比3 一众将士可以说是士气大震 反观热火最近两场明显遭到对手压制 得分都未达百分 在这种情况下 气势如红的赛尔特仁 今场有望成勇再下一成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常规赛表现未如理想的热火进入季后赛之后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他们一路过关斩杖撒入到东岸决赛 面对夺冠大热赛尔特仁 热火都是连赢三场夺得赛点 未知是否一路顺风顺水 令阵中球员被胜利冲分了头脑 尼总决赛舞台 一步之遥的他们竟然被对手连攀两场 虽然目前仍是以3比2领先 但对手现在已经起势 热火上下明显被受压力 中观热火最近两场的表现可以发现 他们进攻端演出明显走样 两场比赛的得分都低过百分 这样的攻击力明显没有办法有效威胁对手 尖美不拿和艾迪拜约两大核心 近期表现有下滑跡象 在最近两场比赛当中 尖美不拿军场得分只是21.5分 足足比他今季季后赛 军场得分少了7.3分 至于艾迪拜约 近两场的军场得分只是13分 比起他今季季后赛 军场得分少了4.5分 他们表现失准 对于球队的影响可以说是肉眼可见 在G5当中 如果不是邓肯·罗宾迅 他勒马田和海史密夫 这些后备球员挺身而出 热火恐怕会输得更惨 由于本轮系列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尖美不拿和艾迪拜约 这些主将必须尽快调整好状态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进攻端之外 热火近期防守端都出现问题 他们已经连续两场失分达到110加 球队似乎防不住赛尔特仁 相淡化、组合的冲击 虽然今场回斯主场作战 但面对来势凶凶的强敌赛尔特仁 热火恐怕都是压力山大 阵容方面 后卫泰来希勒和奥拉迪普继续因伤缺陣 塞尔特仁方面 他们以东岸常规赛亚军的身份强势 晋级季后赛 之后力克英队和76人 际身东岸决赛会施热火 球队战斗力不容小脆 提到塞尔特仁 就肯定不可以不提迟迟达顿和迟伦布朗 这对封线组合季后赛 至今军场联手能斩获50.4分 15.6个蓝板和8 六次助攻 可见他们完美地支撑 起球队的攻防两端 虽然在东决当中连输三场被逼到绝境 但塞尔特仁并未放弃 他们之此而后勇 球队连赢两场 总比分追至2比3 这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球队韧性十足的事实 在近期的两连胜当中 塞尔特仁堪称攻守兼备 他们军场能攻入113分 而军场失分只是98分 连续两场以双位数分差大胜对手 一众将士可以说是被受鼓舞 众所周知 在竞技体育当中 后来居上的一方在士 气和心态方面明显是强势的一方 现在这种局面在一定情况下 或者还有利于塞尔特仁 回顾G4和G5 塞尔特仁可以说是全民皆兵 他们在G4当中多达6人得分上双 其中正选5人得分都达双位数 至于G5 除了职信达顿和职伦布朗之外 戴力克怀特和史玛特两名主将得分都达20加 而可福特就抢得全场最多的11个篮板 球队整体表现非常出色 在G5结束后 ESPN都利用数据进行推算 结果是塞尔特仁赢得G6的概率超过7成 这次在战近方明显有下滑迹象的热火 相信塞尔特仁一众将士必定不会手下留情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错过趁势攀平总给分的大好机会 阵容方面 前锋加连拿利继续欣商倦勤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 就看M直播啦!